好,回到第二節 今節會講兩個人 都是一些過世的消息 包括今天公佈了日本漫畫家廖三明 他的作品是陪大家一起成長的 另一個是教的 譚永鏗傳導 他的安息禮拜會在明天舉行 今節會講這兩件事 不過開始的時候 繼續跟大家交代一下 現在我們找辦公室的情況 因為我們預計四月底就會搬 會找個大一點的地方 方便我們做節目、直播 以及舉行聚會 因為現在我們石門這個地方實在太小了 在上一次門徒頭條 我介紹了一些新蒲崗 我去過的地方 今天就介紹觀塘了 其實在過去幾天都去過觀塘 在香港的地方 坦白說 不是太過考慮 因為太過小 真的太過小 但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們的預算本身 真的非常有限 坦白說 也不能夠承擔很大 很高的租金 在有限的租金裡面 其實在觀塘 只能夠提供到 或者經紀可以幫我找到 都是一些實用面積在200呎 樓下的盤 或者是靠近200呎 但是很明顯是不夠我去用 但是 都有幾個盤 可以讓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首先第一個就是 移新工業大廈 移新工業中心 說錯了 很小而已 你看到 一眼就已經看完了 就是這麼大 它也有一點舊 你見到一些雜物 在各個角落 那部冷氣 我想也不知道 用了十幾年有拖 舊導演已經發王 所以 也未必考慮的 好,接著 第二個 就是 敬業工業大廈 敬業工業大廈 這個單位 本身還有一個洗手間 它不是大的 還要有一個洗手間 去壓扣位 不過也叫做 新鄭 也叫做 新鄭 其實這幾個盤 全部都是說 租金五千 樓下 五千 或者五千 樓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收入 有幾多 我就真的 承擔不了更加高的單位 好 看看最後一個 金寶工業大廈 這個 應該是三個當中最小的 你看到它在門口 還有一張梳化 有些雜物 它的樓底 都OK 它都OK 一眼就看完 已經是 這三個位置 好 我們先回來 好嗎 先回來 哎呀 好 回來了 好 現在都會繼續去看 我希望在這個月底之前 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 其實我想我是需要比現在這裡大一倍 起碼都說 二百幾十 或者挨近三百尺 實用面積 就會好一點 因為 如果像剛才看的那些 說的是 不夠二百尺 或者挨近二百尺 就算想設置 你現在看到 其實我想 多坐一個人在我旁邊做節目 都是做不到的 因為我現在石門的地方真的很小 等等 我的預算 希望月租也是五千左右 如果在觀塘 要找一個二百幾十尺 原來 一跳 就要起碼跳到六千 甚至以上 不知為何會差這麼遠 所以觀塘似乎真的 不是很適合 因為其實我前後 連今早 都看了差不多二十個盤 所以對於觀塘 究竟有什麼單位 或者價錢 都心裡有數 似乎真的不太適合 可能深浦江 也還有機會 會這樣 Driva Lonely 說 本來以為二十三條 可以一天之內 搞定 慢了 真的 懂得開玩笑 真的懂得開玩笑 好 我們因為搬遷的原因 就是要裝修 買家具 器材 都需要一些費用 課金 到現在為止 還欠一萬八千三百元 一萬八千三百元 希望在這個月之內 可以達到標 因為如果找對地方 就要開始下訂等等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可以扣過PayV、PayPal 或者轉數塊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好 那 講一下 廖三明 所屬的經紀人公司 今早發了聲明 原來廖三明在上星期五 一日 因為腦內蜘蛛膜 下肯蓄血 逝世 中年六十八歲 其實也很年輕 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日本本身是長壽的 大家知道也是僅次於香港 我聲明提到 其實他的私人家庭喪禮 已經舉行了 只是親屬出席 而按照他的遺願 因為希望可以比較寧靜 所以也不要任何那些 例如按照片 制品 花圈 獻花 等等 都是比較簡單 而說會有一個公眾的告別會 但安排 就有待去公佈 就是這樣 上年 在袁天佑牧師的搶桑事件之後 其實我也了解到 其實現代人 很多 就算你說的名人 都未必說自己身後事要很大規模 搞到很隆重 有些是會希望低調一點的 就算像鳥三明這些國際知名的人物 漫畫家 原來他自己過世的時候 都是希望低調去處理 不想那麼多人去知道 因為我最記得那時候 有些 例如松道惠利的人 是會這樣質疑的 說袁牧師不可能有這樣的遺願 說要自己低調 甚至不舉行一個公開的追思禮拜 喂 鳥三明也是這樣 鳥三明也是這樣 他甚至 舉行了家庭喪禮之後 先公佈自己的死項 有多出奇呢 是不是 我覺得這些 從道惠利的人 就打臉了 說真的 我覺得私募應該可以提一提 這件事 說真的 好 講講鳥三明 他出生在愛知縣名古屋 他的代表作大家都熟悉 如果 你年紀有這麼多 說四十幾五十以上 你會想起IQ博士 或者 你是三十幾 或者四十 左右 你會想起龍珠 你提些什麼 就代表你什麼年紀的人 等等 另外還有勇者 鬥惡龍 不過最多人熟悉 都是龍珠和IQ博士 尤其是龍珠 說的是國寶級 在1984年開始 就在少年Drum 上面去連載 已經是四十幾年了 說的是人氣 都是非常之高的 甚至前年 都繼續有新的動畫電影去推出 等等 我想大家 像我這樣 例如 以前小學 放了學 或者中學 放了學 回到家 然後就會看龍珠 等等 我最記得 頭那幾分鐘 又重播之前那集的劇情 等等 那個年代是這樣的 我最記得小弟 因為 後來中學 考完會考之後 去到加拿大升學 那個年代 即是九十年代 就沒有現在 不像現在這樣的 現在你有沒有手機 有沒有電腦 你就什麼都看到 我們那個年代 不是這樣的 那 糟了 我看開 追開 我怎麼看呢 我最記得 那時候唯有去那些 漫畫譜 在多倫多 有很多這些漫畫譜 但是小弟 家貧 小弟真的是家貧 而 而 當地這些漫畫譜 就不喜歡有人打輸釘 你不可以 在店裡 一路看 看一看 因為 你光看 你不光顧 你又不是租 那我不是虧了給你 所以 很多次 看一看一看 然後他們又趕你走 等等 這樣 那怎麼好呢 但是我又喜歡看龍珠 終於讓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 我進去 假裝 假裝我會租漫畫的 我就會問一下他 喂 那最新那期你出了沒有 其實我是明知顧問的 我就趁他 還沒出最新那期 我才進去的 他說沒有 還沒有最新那期 或者你看看有沒有其他適合等等 這樣 那行了 他說 那我就會乘機 就會 找回 舊那本去看 因為其實我舊本 我是沒看的 我不是真的看新那本 我只不過假裝要租新那本 然後 等他有個錯覺 以為我看了舊那本 所以我就可以明證而送 拿回剛剛上期 去看等等 就用這個方法去看 當時候 包括龍珠這些漫畫 我想現在當然不需要這樣 現在大家打開手機 已經看了很多這些免費的東西 但這個也是當時候 我想大家 一個集體的回憶等等 好 接著 又說一下 鳥三明就說 原來他是從小 就喜歡畫畫的 他很喜歡手寵字蟲 和和路迪士尼的漫畫 他說 他小時候 天天都會畫這個 是不是小飛俠 因為他譯了原子小金剛 我想他在說 應該是小飛俠 而小學的時候 他在班房 布置比賽 就設計了這個 101.9 受到表揚 所以就開心了很久 而他也很喜歡 101.9的畫畫方式 就說 對他後來的創作 是有很深遠的影響 我覺得 當一個小朋友 在他小時候 因為某些東西 受到讚賞 肯定 其實是有助他 在大的時候 向著這方面 繼續發展等等 他就說 在高中畢業之後 他沒有繼續升讀大學 而是進入了一間廣告設計公司 去從事配圖的工作 但因為他不想早起 所以做了兩年就辭職 辭職的一年時間 他就從事兼職插圖工作 直到有一天 他見到少年周刊 舉辦一個漫畫新人作品的徵求 他就開始創作漫畫 但他一開始都不送禮 一年之內 他曾經被退過 超過500件原稿 雖然剛才 上面說到 他是因為不想早起床 所以辭職了廣告公司的工作 你以為他很懶 但其實不是 你想真一下 一年被人退稿 500次 一年被人退稿 每天起碼創作要超過一個漫畫 那你才有機會被人退稿 你看到其實他很勤力 勤力也很厲害 而且他真的喜歡這件事 所以他才會費枕忘餐去做 直到1981年 他憑著IQ博士 獲得小學館漫畫獎 少年少女部門的大獎 奠定他漫畫家的地位 以及他的生涯等等 我覺得很可惜 有一個我們熟悉的回憶 離開了我們 上年的時候 大家都記得 叮噹 其中一個作者 已經離開了 今次就到IQ博士 龍珠的鳥三明 很可惜 真是很哀傷的一件事件 最後也說 另一個離開了我們的朋友 如果是教的 可能也會聽過的 就是譚永康傳道 他是香港主恩堂 他有一個綽號 叫做港版霍金 因為他跟霍金一樣 患了先天病 原來他只有兩隻手指動 因為我上次說他有三隻手指 後來就跟熟悉他的人 再談過 可能他真的退化了 所以七年前 那時候報紙報導 他是三隻手指 但事實上 上年 其實只有兩隻 就是這樣 他的安息禮拜 就在明天 早上 十點 踏三 在中環的聖工會聖約翰座堂 舉行 在安息禮拜 舉行之前 九點九至十點 有十五分鐘 可以沾養為庸 大約十一點半 結束這個安息禮拜之後 當然就是火葬 1點鐘 在粉嶺和合石火葬場 就會有一個火葬的禮拜 那麼 治喪的單位 就是他們教會 就說 不需要送花籃 如果百金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付 按照他家人的意願 就會撥入去 亨存到 他生前參與 苦怒同行的 勞宿者事工 以及記住 支票抬頭 就要寫 香港主恩堂 在背面 就著名是 苦怒同行的 勞宿者事工 因為這個勞宿者事工 都是屬於香港主恩堂等等 關於我和亨存到一些很短暫的認識 或者我對他的印象 在上個星期的門徒頭條 就說過了 在這裡 也不再重複了 如果大家想聽 可以聽回上個星期的門徒頭條 我講幾件事 首先 對於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媽媽 慰問 沒有了一個這麼促悉的兒子 我也會為你祈禱 我也會和你一樣 覺得是很軟的事情 但同時我也覺得他媽媽是很堅強的 因為其實 為什麼這次 剛才提到 如果大家被亨存到的白金 將會撲下去的苦怒同行 露宿者事工 其實是他媽媽的意願 我相信是因為他也認同他兒子 他兒子 所服侍的 和露宿者事工 所以他希望在他兒子最後 今次的安息禮拜 所收集到各界一些心意 都可以繼續撥落露宿者事工裡面 可以繼續關顧這一批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的無家者 我覺得他媽媽這一方面 我們是很值得去肯定 和去讚賞這件事 我也相信他的兒子 就是阿亨全道 能夠有這種愛心 應該都是承傳至他媽媽 你也看到他媽媽的身教 就是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之好 我也會的 我明早也會去 當然我也希望支持這個事工 這個苦怒同行 也希望能夠藉著一點點心意 所以我也呼籲大家去 我呼籲大家去的原因 不是因為如果你們認識亨全道 你是他的朋友 你是他的弟兄 或者你是他的同工 所以我呼籲你去 而我呼籲你去是因為 他從事關顧露宿者的事件 就算你說我不認識他 或者我跟他不太熟 但我也邀請你明天去 至少原來你奉獻或者白金 這些小小的心意 是可以藉著明天這個機會 可以繼續幫助一些無家者 一些露宿者 我覺得安排很有心意 說一句 近幾年 因為身邊的朋友離開 甚至去年完之後的事件 有時候我都會開始去想 雖然我現在很年輕 都會開始去想 自己的身後事 我本身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其實也不是很想 那麼多鋪張 所謂禮儀的事情 我也有想過 其實也不是說很出名 如果假如過世之後 就低調一些骨灰 就殺了海等等 就算了 不需要搞這麼多事情 我原本近一兩年都會這樣去想 不過當我看到 亨全道 原來可以藉著安息禮拜 去繼續幫助一些有需要的露宿者的時候 我又想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從事的門徒小隊 都是一個關顧露宿者的工作 原來可以這樣去利用這件事 去幫助他們 我就會開始想 假如 真是假如 假如如果我身後 真的要搞一個安息禮拜的時候 我就會效果欣傳到 將我的白金等等 繼續去支持 關顧守望露宿者的工作 假如真的有人幫我搞的時候 因為我不會幫自己搞的 你明白的 假如我的同工願意搞 不過我也懷疑我的同工是否搞得到 因為整個門徒媒體的門律事工 差不多我都可以一手一腳去搞的 說真的一句 真的嗎? 我幫他們搞安息禮拜 還不行 他們幫不幫到我搞安息禮拜 我是有少少疑問的 說真的一句 但Anyway 我純粹在這裡分享我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件事 如果比較圍內的人 都可能會留意到 為什麼那個地方突然改了在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又或者為什麼去到火葬的時候 還要搞多一個火葬的禮拜 我是知道內情的 真是熟悉的朋友跟我說過 不過在這裡我免得說 我只能夠這樣說 我覺得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在這件事件上 他們都是好的 是好的 OK? 雖然翰座堂本身 他的會就是從道為理 是好的 有時候 始終你要尊重他家人 他親屬的議員 而在這方面 聖公會是所謂的特事特辦 多一件好事 什麼陳歐明或者管浩明的靈計 我們很清楚的 一樣還一樣等等 那麼 如果聖公會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在聖公會裡面 搞一些安息禮拜 是有很多限制等等的 但是我覺得 既然決定了 明天的時候 就遵守這些事情 是不是? 既然如果你說在粉嶺 有另一個火葬禮拜的時候 如果明天有時間 大家就去參與 這樣 我是這樣看 就是這樣看等等 好 最後的最後 我想讓大家看多一段影片 結束我們今天這個直播 這段影片是什麼呢? 這段影片就是 主人堂 特別是製作紀念 亨全道 是他生前探訪露宿者 或者他在侍奉上 一些片段 很短的 是幾分鐘的時間 播完之後 我們就會結束今天這個直播 明天會不會見到大家 也多謝大家去收看 好 今天到此為止 我們也聽不到 多謝各位來 今天我們也聽不到 今晚餐飯差不多 多謝光哥 今晚如果大家 一齊來派足 我們很歡迎 這是我們 阿收巴 你好 比較好 暑力 這些是我們要學習的 阿馬一吃 還沒吃 快了嗎 快了嗎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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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拍了 整個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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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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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